加萨长达一个多月的冲突 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 白宫表示 以色列同意从今天起 每天暂时停火4小时 科比表示 每天这4小时将可让巴勒斯坦难民 沿着两条人道走廊逃亡 是具有意义的首波措施 前几天拜登要求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 停火三天 好让哈马斯释放人质 不过纳坦亚胡拒绝 现在加萨圣战组织 释出新讯息 加萨圣战组织表示 他们打算释放一名77岁的老妇人 和一名13岁的少年 但没有提到具体时间 以色列认为这是对方的心理战 而根据外媒报道 美国 以色列和哈马斯三方代表 目前仍在卡达 针对停火和人质释放展开谈判 留住你的PNG 感谢您的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